大家好,我是王树森 在价值学习和Actor Critic两节课上 我们用过TD算法 但是我没有做严格的数学推导 从这节课开始 我要系统的推导和讲解TD算法 这节课我先讲SASA算法 它是TD算法的一种 我事先声明一下 这几节课数学很多 对数学不感兴趣的话 可以跳过这几节课 我们首先来推导TD Target 回顾一下Discounted Return 折扣回报 根据定义 折扣回报UT 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这里的R是环境给的奖励 γ是一个鉴于0和1之间的折扣率 从第二项开始 每一项里都有γ 我们可以把一个γ给提取出来 这些项就可以合并成γ 乘以括号里的内容 提取出γ 后面这些项写成了γ乘以括号里的内容 括号里的内容是什么呢 如果你再用一下回报U的定义 不难发现括号里的内容 就是T加1时刻的回报UT加1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等式 UT等于RT加γ乘以UT加1 这个等式反映了相邻两个回报之间的关系 我们用这个公式来推导TDTarget 通常认为奖励RT 依赖于T时刻的状态ST和动作AT 还依赖于T加1时刻的状态ST加1 根据定义 状态价值函数QπSTAT 是回报UT的条件期望 这里假设我们已经观测到了ST和AT 期望是对未来所有的未知状态和动作求的 消除掉未来的不确定性 期望里面是T时刻的回报UT 我们要把它给T换掉 用一下上面的公式 把期望中的UT替换成RT加γ乘以UT加1 得到这个公式 对RT加γ乘以UT加1求期望 期望里有两项RT和γ乘UT加1 把它们分解开 得到这个公式 有两项期望 RT的期望和UT加1的期望 来研究这一项 对UT加1的期望 期望是对从T加1时刻开始 所有状态和所有动作求的 圈出来这一项 等于对QπST加1AT加1的期望 这是因为圈出来的是对UT加1的期望 而Qπ本身就是对UT加1的期望 刚才我们分析了圈出来这一项 它是UT的期望 它等于QπST加1AT加1的期望 于是我们得到这个公式 等式左边QπSTAT是T时刻的动作价值 可以把它等价写成右边的形式 左右两边都有Qπ函数 这个等式对任何策略π都成立 这一项有期望 期望是关于ST加1和AT加1求的 直接求期望很困难 所以通常对期望做蒙特卡洛近似 期望中有奖励大RT 把它近似成观测到的奖励小RT 期望里有Qπ大ST加1大AT加1 大ST加1和大AT加1都是随机变量 我们用观测到的小SC加1和小AT加1代替它们 得到近似值Qπ小ST加1小AT加1 于是我们得到了对期望的蒙特卡洛近似 把期望近似成小RT加γ乘以Qπ小SC加1小AT加1 把这个近似值叫做TTtargetYT 看一下这个等式 左边是T时刻的价值Qπ 我们想要更新它 右边是期望 我们把期望近似成了TDtargetYT YT部分基于真实观测到的奖励 部分基于Qπ做出的预测 TD Learning的想法是让动作价值QπSTAT去接近YT 这是因为Qπ完全是估计 而TDtargetYT部分基于真实的奖励 所以我们认为YT更可靠 把YT当作是观测到的值 把YT给固定住当成成乘数 改变动作价值QπSTAT 让它更接近YT 这就是TD算法的思路 接下来我要介绍SASA 它是一种TD算法 下一节课介绍QLearning 它是另一种TD算法 我先来介绍表格形式的SASA算法 我们想要学习动作价值Qπ 它的输入是状态S和动作A 如果状态和动作的数量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可以画一张表格 表中的一行对应一个状态 一列对应一个动作 表中的每个元素对应一个动作价值 我们要做的就是用SASA算法来更新表格 每次更新一个元素 这是表格形式的SASA算法 每次观测到一个四元组 STATRTST加1 这样的四元组被称作一个Translation 用策略函数π来计算下一个动作 把动作计算AT加1 然后计算TD targetYT 它是两部分的加和 一部分是真实观测到的奖励RT 另一部分是价值函数Qπ 给下一个状态和动作打的分数 QπST加1AT加1是什么呢 查一下表格就知道了 找到ST加1对应的行 AT加1对应的列 对应的元素就是动作价值 QπST加1AT加1 把这个元素给取出来 通过查表 还知道QπSTAT的值 TDed deltaT 等于QπSTAT减去TD targetYT 最后用deltaT更新动作价值QπSTAT 把QπSTAT减去alpha乘以deltaT alpha是学习率 然后把更新的QπSTAT写入表格相应的位置 利用TDerror做更新 可以让QπSTAT更接近TD targetYT 我解释一下SASA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算法每次用STATRT ST加1AT加1 这个五元组来更新动作价值Qπ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StateAction RewardStateAction 首字母缩写就是SASA 刚才我们学习了表格形式的SASA 用在状态和动作数量较少的问题中 如果状态空间或者动作空间很大 表格就会非常大 很难学习 我们可以做函数近似 用神经网络近似动作价值函数Qπ 得到的神经网络叫做价值网络 SASA算法可以训练价值网络 以前ActorCritic课上其实用过SASA算法 可以用神经网络来近似动作价值函数Qπ 把神经网络记作函数小Q 它的参数记作W 注意 动作价值函数Qπ和价值网络小Q 都跟策略π有关 会受π的影响 神经网络小Q被称作Value Network 价值网络 它的输入是状态S 输出所有动作的价值 如果有N个动作 那么输出就是N为向量 我们在ActorCritic方法中用到了价值网络小Q 它被称作Critic 用来评价Actor的表现 价值网络的参数W 一开始是随机初始化的 我们要用观测到的奖励来更新W TDTargetYT 一部分是真实观测的奖励RT 另一部分是价值网络小Q 对T加1时刻价值的估计 TDError 记作DeltaT 它是小Q的估计与YT之间的差 我们希望TDError越小越好 把二分之DeltaT平方作为损失函数 我们希望通过更新价值网络参数W 来减小损失函数 对损失函数关于参数W求T度 它等于DeltaT乘以Q关于W的T度 最后做T度下降更新参数W 这一项就是刚算出来的T度 它前面的Alpha是学习率 是个需要调的超参数 用T度下降更新W之后 损失函数会变小 概括一下SASA算法 算法的目的是学习动作价值函数Qπ SASA可以用在表格形式的强化学习 直接去学Qπ函数 使用条件是状态和动作的数量有限 这样我们就可以画一个表格 每行对应一个状态 每列对应一个动作 SASA算法每次更新表格中的一个元素 让TdError减小 SASA还可以用来学习价值网络 价值网络是动作价值Qπ的函数近似 SASA算法每次用一个五元组来更新参数W 在ActorCritic方法中 价值网络作为Critic 用来评价Actor的表现 ActorCritic那节课中 我们用SASA算法更新价值网络的参数W 这节课内容讲完了 但愿大家看懂了数学推导 下节课我们学习QLearning 它是另一种Td算法 它是训练DQN用的算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